王胜南和林大为的婚姻,连女儿林妙妙都一度不看好 林妙妙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劝过林大为离婚 林妙妙说,夫妻两人将就着过日子是一种折磨 不用为了孩子委屈求全,他有心理准备,能接受父母离婚 王胜南嗓门大,性格强势,经常数落林大为 连楼上的邻居都能听到王胜南痛骂林大为的声音 王胜南看不惯林大为的地方,是林大为在生活中不拘小节 林大为挤牙膏,喜欢从中间挤,上厕所经常忘记鲜马桶圈 还习惯在被窝里放屁,卧室臭烘烘的,脏袜子也随便扔 而王胜南是处女座有洁癖 面对王胜南的唠叨,林大为从不反驳 他对妻子和颜悦色,对女儿也是温柔引导 王胜南嘲讽,他是老好人 王胜南每天把离婚挂在嘴边 他和林大为达成了口头协议 等林妙妙高考结束,他们就去民政局办手续 然而林妙妙还没高考,王胜南却怀上了二胎 林妙妙觉得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保 闹了一段时间的情绪 林妙妙和前三一抱怨,两个天天嚷嚷着要离婚的人 年近半百怀上了二胎,太恶心 林大为及时安抚了女儿的情绪 林大为说家里有了二宝 父母对林妙妙的爱也不会变 林妙妙慢慢接受了自己要当姐姐的事实 王胜南生下了儿子林够够 家里依然是鸡飞狗跳 林妙妙已经习惯了父母嘴上说离婚 没想到有一天王胜南真的把离婚证摆在了林妙妙面前 王胜南五十岁和林大为去民政局办了手续 他之所以非要离婚,是因为林大为换了工作 没告诉他,王胜南为自己找回了面子 两个人离婚不离家 王胜南五十一岁更年期,脾气更加暴躁 林大为开着车王胜南仍然在唠叨 结果林大为出了车祸,损伤了听力 王胜南看着病床上的丈夫,很愧疚也很心疼 他尽心伺候林大为,还主动去和林大为复婚了 他说活到这个岁数才明白,夫妻两个人健康平安 比什么都重要 复婚后,王胜南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林大为根本没有龙,都是为了躲避王胜南的唠叨庄出来的 但王胜南还没刁难林大为几天 王胜南自己也出事了 不仅失业了,借给做微商的同学五万块钱要不回来 还押了一批货,王胜南只好对林大为说 夫妻就该互相体谅和包容 为了卖货,林大为和王胜南一起做直播 林大为没有责怪王胜南赔了钱 而是选择了和王胜南一起面对 这对夫妻闹离婚闹了大半辈子 实际上是谁也离不开谁 林大为愿意忍受王胜南的强势和坏脾气 王胜南也包容林大为在生活上的不自理 王胜南丢给林大为的三根燕运棒 是两人感情深厚的最好证明 王胜南怀上林妙妙的时候 他和林大为还没有结婚 在当时未婚先孕属于伤风败俗 林大为被吓得不轻 两人凤子成婚,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 一直没敢考虑过生二胎 直到王胜南46岁意外怀孕 才有了小儿子 王胜南以为自己绝经了 是到了更年期,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医生说这个年龄还能自然怀孕 概率很低 林大为又一次受到了惊吓 林大为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要二胎 他和王胜南年龄大了 有林妙妙一个孩子就够了 王胜南却坚持要留下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林大为只好同意了 他自嘲说道 上一次是未婚先孕 这一次是未老幼孕 王胜南的两次怀孕 似乎都不是最好怀孕的时机 但两个孩子都健康成长着 王胜南和林大为的感情 早就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 王胜南两次生育 是对林大为最大的信任 林大为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 王胜南敢把离婚挂在嘴边 是因为他知道他和林大为根本就分不开 他需要林大为做后盾 林大为也需要王胜南当主心骨 势均力敌的关系更容易长久 但互相弥补取长补短的婚姻同样是良配 王胜南表面上很骄傲 在家里说一不二 其实很多时候他都需要林大为的支持 王胜南五十一岁更年期 失眠焦虑出嘘汗 公司把他边缘化 意图逼他主动辞职 王胜南晚上睡不着觉 林大为却在一旁打起了呼噜 王胜南把林大为叫醒 丢给他一根厌韵棒 问他这是什么 林大为瞬间就醒了 他惊讶地问 不会吧 林大为以为王胜南又怀孕了 像前两次那样猝不及防 王胜南解释道 当然不可能 我再也不会怀孕了 因为我已经更年期了 我给你看这个 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怀孕有多辛苦 林大为长舒一口气 提醒王胜南早点睡觉 王胜南却继续向林大为倾诉 王胜南叙叙叨叨 讲了自己两次怀孕生产的不容易 包括孕吐 妊娠门 尿瓶 生产阵痛等等 王胜南含着眼泪说 这些我都不会再经历了 因为我这辈子 再也不会怀孕了 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一儿一女 我应该感觉很幸福 可是我为什么睡不着 王胜南以为林大为会耐心安慰他 没想到他一转头 发现林大为又睡着了 还打起了呼噜 林大为体会不会王胜南更年期的痛苦 他宁可去楼底下和大爷聊天 也不想听王胜南闹情绪 所以车祸后 他顺势装聋 体验了一把耳根清静的感觉 王胜南的更年期痛症 林大为无法感同身受 但这不代表林大为没有关心王胜南 林大为没有说太多漂亮话 却用实际行动 帮妻子缓解了更年期的压力 林大为支持王胜南辞职 让他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王胜南被微商同学坑了钱还压了货 林大为也没有抱怨 而是和王胜南一起卖货 夫妻的最高境界是你有需要 我有回应 你懂我的不义 我也体谅你懂难处 不把爱挂在嘴边 也有把爱诠释的默契 林大为任由王胜南拿捏 是因为他知道王胜南是真心实意 为这个家操劳 王胜南嘴硬心软 他两次为林大为出头 早就暴露了他有多爱林大为 林大为在外地担任副总的时候 每个周末都会回家 有一次林大为没有按时回来 王胜南坐立不安 他给林大为打电话 是林大为的女秘书接的 王胜南听到年轻的女生 心里很慌 他不知道公司给林大为配了秘书 他又继续给林大为打电话 一直都是秘书接的 秘书的理由是林总在开会 王胜南开始觉察到不对劲了 没有公司开会开一天一夜的 王胜南担心林大为有危险 于是请假赶去了林大为所在的城市 林大为的确出事了 公司项目出了问题 林大为被警察带走谈话 林大为才入职不久 他对项目情况不了解 却成了公司的替罪羊 王胜南四处为林大为奔波 还请了律师 林大为被释放后 王胜南开车去接他 王胜南说出的回家两个字意义深重 人生境遇有好有坏 最难得的是有个随时接你回家的 王胜南怀二胎的时候 林大为被客户拖欠费用 王胜南挺着大肚子 找去客户的公司 强势为林大为收回了款项 王胜南可以欺负林大为 别人不可以 王胜南平时羞辱挖苦林大为 嫌弃他小便不充马桶 可真到了关键时刻 王胜南却会坚实地护在林大为的面前 王胜南和林大为互相扶持着走过半生 在他们身上 让我们看到了婚姻的意义 爱情讲究风花雪月 婚姻只剩柴米油盐 婚姻不像恋爱那么心潮澎湃 甚至有些索然无趣 但婚姻还有责任和义务 更有相濡以沫的习惯 离不开一个人 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好 而是因为他对我们有多重要 林大为聋了之后 王胜南的反应 是中老年夫妻最真实的写照 王胜南为更年期焦虑 害怕衰老 可和林大为受伤比起来 王胜南的更年期不止一提了 他变得有耐心 自愿服侍林大为 在那段时间里 王胜南明白了 夫妻能够携手一生 白头到老 真的没那么容易 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 不亏欠对方 也不辜负自己 平安健康就是幸福 王胜南和林大为 似乎永远在吵架 可他们的感情却越吵越好 王胜南给林大为出头 林大为也懂得 让王胜南有存在感 他们婚姻的质量 从女儿林妙妙身上 就能看出来 林妙妙性格乐观开朗 不像前三一那么抑郁 也不像邓小琪那么敏感 因为林妙妙 有个健全平衡的家庭 王胜南对林妙妙 要求很严格 他采用的是打骂式教育 而林大为 却和林妙妙 像朋友一样相处 他会细心引导林妙妙 尊重女儿的人格 给女儿足够的空间和自由 正是王胜南和林大为 这一言一松的完美配合 才让林妙妙成长得健康大方 不自卑也不自负 父母婚姻好不好 看儿女的性格就知道了 王胜南和林大为 鸡飞狗跳的婚姻里 藏着漫长时光里 他们深爱着彼此的细节 有些爱情真的不会败给岁月